我們看看這一集 他們對任何的時數 sy 都有這樣的關係式 fx都滿足這樣的關係式 而且 fray在0那裡的導數是3 要求 fx的導暗數 這怎麼做 我們現在 就直接求它導暗數 依照定義 h3 0 h分之多少 fx加 整條 fx 這是 函數的定義 因為 sy的話滿足這個關係 f的話滿足這個關係 所以把它帶進來 所以limit多少 h3 h h分之多少 我把它帶進來 就fx 加fh 再加多少 兩倍的xh 減掉到fx 可以消掉 消掉以後 然後我就得到 得到 limit 或是我把 h可以約掉 所以就等於2x 加上limit h 屈近義 h分之多少 fh 減掉 這個可以把它寫成fh 減掉 0 這個就是f 在0那邊的導數 但是我們曉得f0 0sy都帶0的話 f0加0 等於f0 加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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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一倍的f0 等於兩倍的f0 也就代表 f0 要等於0 就把1過去 2f0-f0等於0 所以這等於0 這個剛好 這個是等於0 等於0 我應該這樣講 本來是只有fh 那我現在減個0 剛好是f0 那這個就是 f在0那邊的導數 所以這是2x 加3 所以答案是2x加3 所以答案是2x加3 0 0 0